这个图,我们逐一的,你们有看到这个编号吗? 比如说,我们先从最简单的这个图开始 第一个,如果今天要画一个什么? 像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它有什么特性? 你可以看到,底线这边都80,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画一条线是80的线 应该还记得怎么画线吧?上礼拜有用过,对不对? 再来的话,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一个95 可是呢,这边的长度多少? 不知道,问号 只知道这边是垂直的,90度 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 基本上K的就可以足度,我们没有关系 你可以在这边画一条长一点的线 那长度不知道,可是一定要比它长 我们大概就是给大概80好了,超过,对不对? 可是呢,我怎么知道说,这边到这边刚好是95 那其实小学的时候应该各位用过圆规吧? 圆规,你就把圆规的中心点定在这,对不对? 然后画,你就把那个圆规拉开多少?95嘛? 它不就是可以画一个圆,画到这里 那不就知道说,原来这边到这边有个焦点,95 那之后你就会有个焦点,上面这条线多的你就把它撒掉 那这个三条线不就画出来 那其实,这个圆规,可是在K的里面没有圆规,可是有圆 其实圆就是圆规,你就把它当圆规来看待 所以你要画图,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图,就很容易了,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请各位开启这个K的,K的环境 那再来的话,这个K的环境,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要怎么画,K的环境 那这个地方,我想你们可以稍微把它调整一下大小 你可以OK 开起来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画这个 第一个,第一个就是这边有个线,因为我刚刚讲过线 那线的话,它会第一个要,第一个是从左边到右边 所以请各位在这一个线的左边等一下,拉一个水平线 那水平线记得,如果你是极坐标,一定会有一个虚线 绿色的虚线出来,那你给它什么呢? 第二点就是给它方向加上距离 距离多少呢?距离80 所以你就输入80Enter Enter之后的话呢 那再按那个空白键或者跳escape键都可以 这样的话就画出这一条线就怎样?就80 那你可以稍微挪一下,有没有发现? 挪的话还记得吧,滚轮向前放大,向后缩小 按住中键可以这样,挪移 所以你就稍微,这个滑鼠应该慢慢对它熟悉 放大缩小挪移 OK 好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放到这边来 接下来的话,再画一条线 不知道长度,从哪边呢?从这个端点往上 拉多一点点没关系 到这个地方 一样,记得因为要垂直 所以你这个虚线一定要出现 那长度不用,直接在上面认一点点一下 按空白键,跳开 OK就有了,第二条线 接下来我需要从这边画一个圆 有点像圆规 所以这个圆我用画圆 那圆的中心点在哪里呢? 圆的中心点就在这里 中心点就是这个端点 拉过来之后的话,你给它方向就好了 那这个圆的半径应该多少? 95 所以你就输入95 Enter 有没有发现 这还好,有画比较长一点 你会发现95 从这边到这边95 对不对? 就会跟这一条线一定会有个什么? 焦点 那从这个焦点到这个端点就是什么? 再画一条线 焦点 对不对? 那特别注意,焦点一定是叉叉 锁点 我上次有没有讲过吗? 预设这个叉叉应该都会出现 物件锁点 一定要点下去状态 按右键看一下 焦点一定是有点下去的状态 否则如果像这个地方 你焦点没有点下去状态的话 你油不要移到这里来的话 你会发现没有叉叉 只有这个端点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物件锁点没有把焦点点下去 它就不会出现焦点 所以这点要特别注意 绿色应该是有的 而且你点不要乱点 看到有点的就把它点下去错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一点跟焦点不一样 你点这边画过来的尺寸绝对就是错误的 所以你要看一下 叉叉的点下去 一过来之后 再看到这边的端点点下去 结束的话记得就按空白键 或者ECAP键也可以 接下来就把多余的东西 这个圆的就不要了 不要怎么办呢? 点选它一下 按Delete键 或者是删除键都可以 删除 好 最后的话 把这边凸出来 因为它跟它焦 可是这凸出来的一条线不要 不要的话 上个礼拜还记得吧 怎么删? 删除 记得这边有个修剪 修剪 修剪之后 点一下 马上按空白键 修剪空白键 接下来直接在这边把它点掉 这个图就完成了 我想各位的话先试试看 把这个CAD开起来 然后先试着把第一个题目把它画完 画面先还给各位 特别注意 如果你这个环境 你这个地方 假如说你 就是你 刚开始它会 太大 或者太小 可能你会像这样 有些同学 这边不见的 因为它躲在里面 请各位 因为它是一个视窗 你就直接 左上 到右下 稍微瞧一下 过来一点点 再把它搬上去 先把它放在大概 左上的这个位置 右下的部分再瞧一下 那也不要瞧太多 大概就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样的大小 里面的CAD就会刚刚好 等于是它是在视窗里面的一个视窗 你以后就习惯之后 大概它就可以这样让我们练习 如果你觉得实在是这样子 感觉有点 就是 还是外面还有一个框框的话 你可以记一个按键 叫什么 全萤幕 就ALT 但是这个ALT 一定要是右边的ALT ALT加Enter 这就全萤幕了 有没有 现在就全部萤幕了 全部萤幕你看起来 就会跟 好像你就是在CAD里面 它就不会有视窗的问题 但是你要跳出来 怎么跳出来 还是一样 ALT加Enter 就回来了 ALT加Enter之后 它就跳回来 那你就可以 所以就是再去移动它 放大缩小 ALT加Enter 这样就全萤幕了 不过你要慢慢去习惯 这个缩放的方法 快速键也务必要替一下 反正你多用几次你就熟悉它 熟悉它以后你画CAD就很顺利了 再来底下这个什么 刚刚有同学问比较多 因为你们开起来的话 下面都是一个图示 一个跟我的那个字不一样 那旧版都是字 所以你要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字的话 你就把使用图示怎么样 叠下去 它就变成字了 我想上礼拜有讲过 你们就回去尽量 我觉得你们就尽量多听几遍 增加那个记忆 就是记得以后 下一次应该就会比较顺利 另外还有同学问到隔线的问题 比如说你画图的时候 奇怪老师 为什么我们有隔线也没隔线呢? 因为旧版也没有隔线 那你会不习惯 你就把隔线点掉比较好 这样就没有隔线了 那如果你要隔线的话 你就把隔线再点掉就好了 那至于其他的这些功能 你就暂时不要让按 因为同学不小心按到 这个也不要让按 因为这是3D的 因为我们现在要上视角 对不对 如果说你要在别的视角 那你也可以再去改 不过暂时不要动它 我们现在是2D的状态 OK 然后这样的话 就等于把这个环境确定下来 那最后呢 我们看到 就是我如果要画出来类似 可以像我们这个图一样 我们这个书上的这个图有没有 它这边还有标一个什么95 这边有标一个什么80 这边标一个什么90 对不对 那这个叫标柱 标柱 就是说你要标长度 人家才知道说你这个图 它的基本长度是在哪里 那各位稍微记一下标柱 那因为我们标柱点下去之后呢 会有几个我们会用到 一个是线性 线性就是标那个上下左右的正方向 比如说向左向右 就是水平啊垂直等等的 那我们就底下这条线 记得这一线从这个端点 把它到这个端点往下拉一下 然后80就出来了 那如果它不是这个水平或垂直的话 那你就标注里面就会有什么 对齐式 对齐式 如果说你要标这一条线的话 记得是用对齐式 从这边标到这边 然后你什么 拉一下 就会是95 能不能看到 80 95 这个是一个角度 角度的话呢 在标注里面也会看到有什么 找应该找得到 角度对不对 这边角度点下去之后 哪两个角度呢 这个角度点一下 到这两条线点一下 你会发现这边就有个90度出来了 那这样就标完了 OK 这一题呢 就是要完成 就是我们的练习一 练习一 练习一完了之后 等一下再来看练习二 总共会有78个图就对了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